盆菜是香港特色的菜肴之一 一盆菜里可包罗万象 香港人在逢年过节亲友相聚之时 都喜欢端上一份盆菜 大家围着热腾腾的美食 边吃边聊 喜庆团聚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 在香港屯门的一幢工业区大厦里 几十平方米的空间 各种用具紧凑而有序的摆放 柯子大正在为这里一次长者宴准备着盆菜 他是香港知名的盆菜师傅 在国际和香港曾多次获得大奖 与时下新派的做法不同 他一直在坚持用传统的工艺做盆菜 过冬过年 因为你过年吃一盆菜 感觉好像断断圆圆 整家人坐在一起 就在家里吃的感觉 和在酒楼吃的感觉 那种的自在和家的感觉 是在外面吃屎做不到的 众多的食材 经过柯师傅的精心烹饪 再按照一定的顺序堆叠在一个盆中 上层浓郁的汤汁 渗透至下层的食材里 每吃一口 味道都千变万化 俗话说 重口难调 但在吃盆菜的时候 却基本不存在 盆菜来说 底是萝卜 鱿鱼 芋头 枝竹 猪皮 冬菇 鸡鸭 鱼蛋 虾 十样东西来说 代表十全十美 最困难的是猪肉 因为猪肉是盆菜的精神精水精华 整个盆菜里面 猪肉汁滲下去 和味道带出整个盆菜的灵魂 从事这个职业十余年 对于柯子大来说 这不仅是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 更是自己最深刻的记忆 七十年代我读小学当时 七十年代初期当时 他们喜爱都是在学校里面摆的 家家户户 女人 帮忙撕鱿鱼 切萝卜 男人煮 煮完之后大家一起洗 这种相传远起于宋代的美食 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在广东香港一带十分盛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的富足 盆菜的食材 从最初淋漓间的相互拼凑 到如今越来越丰盛 需求也从简单的解决温饱 到追求美味健康 社会在变 盆菜也随之在变 以前的盆菜是比较简单的 都是离不开底下的那些 多数都是鸡鸭 虾鱼蛋 因为以前社会比较不富裕 有鸡鸭吃已经很开心 现在社会的进步 收入多了 经济好了 变成来说 现在加了一些包心刺肚 还有满足一下自己吃的过程里面的享受 食物的丰富也都是需要的 在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快节奏的生活正在成为常态 亲朋好友能趁着节日欢聚一堂 共同吃上一顿饭 就显得尤为重要和难得 现如今虽然时代在变 需求在变 食材也在变 但这种围着吃盆菜所代表的 团结族人 尊老敬贤的意义 却一直未变 就是可以团结到香港人 也都可以 就是来说 你现在很多盆菜宴 可以大家聚在一起 甚至乎现在很多敬佬 就形成了很多团体 有心人士 去搞敬佬会 敬佬宴 等着阿公阿婆 可能平时闭门在家 但有盆菜宴 他们可能会出来聚一聚 有交谈、活动 对他们的身心和身体 都是健康的 亦都是一个善事